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一致 将给越南带来巨大的招商引资的机会 题为企业与农民同行的论坛在河内举行 这是企业提出对国家农业发展的意见和建立的机会 市值日南传统律师日70周年之际 全国诸多律所举行了免费法律援助日 为人民提供无偿自寻服务 详细内容马上为您报道 这几天以来国内外汇市场呈现下滑的趋势 银行和自由外汇市场上的约顿对美元汇率连续下跌 跌幅约200到250约顿 截至昨天下午 越南外贸银行公布数据显示 买入价和卖出价的约顿对美元汇率分别为 22,160约顿和22,260约顿 与同日商务相比汇率下调200约顿 汇率下跌的主要原因是 国家银行半部有关控制外汇交易活动的15号指示 及下调美元存款利率的决议 国家银行这一举措 对企业和人民的外汇囤积带来一定的影响 目前各家商业银行在外汇存储工作 也持有谨慎的态度 最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一致 也是将给越南带来巨大的招商引资的机会 外国直接和间接投资资金将涌入越南 很多专家认为TPP是21世纪的典范自贸协定 比而自贸组织更加深广 越南和TPP其他成员国的经贸关系会迅猛增长 带动TPP内外各国的投资资金涌入越南 很多区外投资者将投资越南 以而充分享受关事业优惠政策和更好的进军越南市场 我相信TPP生效之后 外国这些投资将涌入越南 我们可以为此感到乐观 因为在TPP签署之前 外国投资者已在越南展开了多个项目 这体现了投资者已先走一步 旨在满足生产原产地规定的需求 越南政策语言救援的报告显示 加入TPP之后 对越的外国投资估计将增加130亿美元 和日本的外国这些投资吸收量差不多 比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等国高超一倍 很多专家认为 外国这些投资之所以增加 是对越南在出口方面有着很多优势 如廉价人工 低廉的平均投入成本 充裕的农水产资源等等 美国和日本对越南的投资资金被期待将猛增 不仅吸收外国这些投资 专家称 积极参与TPP以及越南经济的机球转变 将通过变购活动影响到间接投资资源 我认为间接投资方面也将增长 因为其符合于很多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方式 他们收购并立即运营 这也是便捷及有效的投资渠道 目前越南经济比任何时候发展良好 增长率高 通胀率低 国内货币稳定 此外 政府即将消除对外国人和组织的所有权约束 将让外国投资者更加容易接触越南市场 实际表明 一旦加入TPP 越南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机会将大大提升 但是越南也将面临不少停转 很多专家认为各地方需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对外来项目的选择权利 旨在提高吸收外来资金的质量和效果 此外 想要充分利用 创造共平竞争平台 更重要的是该协定将有助于提高评定复安庆核三省的金枪鱼捕捞渔民的收入 报海水产股份公司是中部地区一流水产及进枪鱼出口企业 TPP协定谈判进程结束 对该公司来说是一个可喜的信号 近年来 出口美国和日本的进枪鱼和冷冻虾要蒙受相当大的税率 目前税率将得以调整了 国门力争开展生产链模式 公开产品来源 这是参加TPP市场的水产出口企业的必经之路 美国和日本是越南进枪鱼的主力进口市场 占进枪鱼出口总量的43% 多年来 日本对进口的越南进枪鱼 征收6.4%到7.2%的税额 美国对越南进枪鱼征收0.3%至4.7%的税额 税率高影响到越南企业的利润 企业由此要下调原材料收购价格 导致云民收入降低 目前TPP协定将为进枪鱼出口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平台 及改善云民的收入 水产出口企业要注意 若使用旧的方法捕捞金枪鱼 那么鱼的质量会不好 我们要使用新的捕捞方式 以确保金枪鱼的质量 目前平定 富安 庆河等省 正在开展日本技术的金枪鱼捕捞生产链 其中在平定省 该省已启动促进渔民加入金枪鱼捕捞生产链的活动 为渔民提供资金优惠贷款 及协助捕捕捞技术 平定省已主动寻找和使用日本政府提供的援助 以便现代化渔民的捕捞设备 为渔民培训新的捕捞方式 提高金枪鱼的质量 目前最关键的是 如何加强企业和渔民的连接 旨在提高越南进枪鱼产品质量 到时候 TPP协定将对出口企业和中部地区渔民 真正起到作用 为了协助企业掌握市场信息 加强贸易促进活动 提高茶余出口竞争力 越南茶余协会于昨天在秦军市 已启动鱼业电子贸易网项 越南茶余出口业的门户网站是 maconfishmarket.com 这一门户网站为茶余出口企业和鱼农免费 快速地提供有关茶余售价 市场信息 对企业的提示等的信息 通过此网站 越南茶余协会将为企业 在连接国内茶余出口企业 推介产品 寻找和开发出口市场等方面上提供协助 从今年11月25日起 渔民和水产开采企业 若想使用铁壳和新原材料架构渔船 购买渔具 航行设备 产品保管和货物装卸等设备 将获得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 贷款款额最多达所需经费的70% 年息为7% 其中船主致富3% 国家预算提供4% 贷款后的一年内 船主先不用致富贷款年息和贷款款额 此规定于205年11月25日生效 于此期间之前 家属的贷款合同也可以享受此政策 这是有关水产发展政策的67号议定的最新修改条款 于昨天10月8日 越南共商会和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两个举办了题为 企业与农民同行等论坛 在目前越南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这是各企业提出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件可建立的机会 越南是农业国家 然而农业面临财政赤字的风险 今年上半年 越南农产品出口价值达140亿美元 同时进口的农产品也达110亿美元 这是农业部门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尤其是在不久将来 越南参加谈判的八个自由贸易协定得以生效的背景下 关税为零 产品是很难竞争 尤其是个体户生产的产品 所以我们要找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如水产和木制品 世界经济一体化 给越南农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因此在企业与农民同行论坛上 与会代表认为 这是农业部门进行结构重组 以提高竞争力的好时机 与此同时 要恰强国家政府 企业 农民和科学家之间的连接 其中企业家起着重要作用 越南农产品企业 主要是小型零散生产 这也是农产品企业要克服的困难 大规模生产要各方的连接合作 和区域的生产规划 为了做到这一点 要有政府的管理 以确保各方的责任 最近我们说农民是主体 但是企业家是关键 创造连接链是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起着核心作用 科学家认为 越南可以成为世界的厨房 就是说为国际市场提供 高质量食品的越南农业 借着重要作用 为了使之成为现实 企业要和农民打成一片 双方连接起来 发展大规模 高科技的在全球价值链当中 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区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在例行记者会上 透露 自2015年年初 由于对越南农林水产品质量的要求 日益严格 导致今年前9个月 农林水产品出口总额 仅达近217亿美元 整个行业的贸易顺差 达近42亿美元 同比下降37.2% 为了促进 205年第四季度出口活动 越南农业将实现一系列解决方案 如和各行业协会 企业配合监督生产情况 和农林水产品市场 亦提出扩大市场的方案 政策 机制 终点放在一些主力产品 如举行对印度 美国 西班牙 中国 泰国等市场的贸易促进活动 农业部门领导表示 在2015年农产品出口额难以达到 既定目标321美元 只能完成计划的95% 继续报答新闻 市值越南律师传统日 70周年之际 全国诸多律所举行免费法律援助日活动 为人民提供无偿咨询服务 越南主动应对保护和发展森林保护系统 以防止跨境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影响 欢迎继续收看建制越南节目 建立和完善有关宗教信仰的法律系统 确保每个越南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这是欧洲和越南分享 确保宗教信仰自由权 法律政策经验研讨会的重要内容 研讨会由政府宗教委员会和欧盟驻约代表 于10月8日在河内联合举行 据文化体育与旅游部的统计 目前95%的越南人生活有宗教信仰因素 全国有近8000个节日 其中有7000个是民间节日 550个宗教节日 文化信仰丰富多样的现实 使完善有关宗教的法律文件成为当务之极 通过宗教信仰法律文件来完善国家法律框架 是提高宗教活动效果的重要因素 我们目前正在建立的法律规定 面向发挥宗教作用 并弥补一直存在的欠缺 在研讨会上 日会代表强调 确保宗教自由权乃至人权是越南的一贯政策 越南至今已签署 批准通过10个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件 其中有很多有关宗教信仰权的公约 与此同时 越南已经和正在征求国际专家意见 来完善国家法律系统 我对越南宗教信仰法律的了解不多 在欧洲 当每个国家想通过某个法律草案 不仅要征求人民 而且征求国际专家的意见 我认为 越南政府最近已主动从宗教领域的国际专家 获取意见 我们愿意和越南政府合作 一起建立越南宗教信仰法律 我们很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 不久将来宗教法律出台 对我们来说是巨大喜讯 我们非常期待 国家正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有关宗教信仰法律政策 从而发挥不同宗教信仰美好文化道德价值 鼓励宗教信仰健康生活 为国家作出贡献 市值越南传统律师日70周年之际 从本月8号到10号 全国很多律师事务所举行了免费法律援助日活动 为人民提供在行事、民事、土地、行政、婚姻家庭等领域的无偿咨询服务 这一活动的举行不仅是律师们执行法律援助责任规定的机会 而且还带来社会切实意义 进一步加强人民对执法机构的信任 通过报纸和网络在第一天展开免费法律援助活动 阮孟先生就找上中阮律师事务所之门 以寻求有关行政法律的咨询 然而需要更多的时间了解当事人的权利和不利 因此律师事务所先接受档案 在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基础上 得知问题只是在一个组织里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既然接受了他的档案 就会为他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考虑周全 今天交给他们我的档案 希望律师们可以为我找到解决方式 根据于2006年出台的法律援助法 每年每逢有关司法工作的纪念日 免费法律援助活动又在全国很多律师事务所举行 这是人民受到来自律师们的咨询和具体解决方式的机会 因为根据律师法 律师必有责任为人民尤其是穷人 政策受益者或弱势群体等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民众应该通过地方政府或大众媒体 主动了解法律援助信息 律师也要将法律援助活动 设为自己日常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我曾经到了一些律师事务所 他们的咨询费很高 三千万至五千万余顿 所以我高度评价这一免费法律援助活动 对我以及外地或偏远地区人民意义重大 律师们积极参加免费法律援助活动 不仅让人民尤其是贫困人和政策受益者 有机会了解和使用自己合法权利的法律规定 保护自己 同时为提高人民对法律的了解 以及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做出贡献 今天上午在河内 约韩两国都市建设领域的专家 已举行座谈会 就都市管理经验进行讨论 做党会上 两国专家已指出 越南都市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那就是都市质量差 都市分布布均 力学移民情况呈现增长的趋势 都市环境问题处理布加等等 据士航和韩国专家的评价 首都首尔是做好都市管理工作的典范例子 越南可以向首尔借鉴学习经验 据科学家认定 跨境空气污染给越南带来影响 如稀小的汇尘 拱 蒜尘酱 以及邻国排放的光化学烟污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水文气象与结构变化研究院 科学家的研究结果 已显示了一个惊人的警告 基于空气质量的实地观测方法 在高屏 亮山 廖街等北部的九个省份的 遥感图像分析和应用数学模式指出 越南北部地区尤其是边境省份的广宁 亮山都受到来自中国南方和西南方排放源的严重影响 去预测 由于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越南北部和中部省份也受到排放源的40%-50%的污染物浓度 经过多年的研究 2014年我们得到了最终结果 目前由于受中国空气污染的影响 越南北部的冬天占40%-50%的二氧化碳 其原因是中国的热电厂都集中在中国东南部 而东北季风是吹散这些热电厂排放物质 散发到越南 据2013年有关空气环境污染的报告 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被评价为受中国 台湾东北东南的排放源的最严重影响的地区 每年自印度尼西亚吹来的东南风的感染力非常快 大大影响联国 其中包括越南南部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胡志明市以及南部一些省份 最近出现延误现象 其原因来自印度尼西亚 几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 目前水文气象与气候变化研究院 是监督东亚酸成酱的领头单位 我们完全有权登陆 并获得来自各国注册的空气质量的数据 我觉得应不断加强这项合作 另外要拟出具体的有关污染物质排放的文件 研究结果指出 要对提高空气污染观测设备的质量进行研究 做到自动观测出排放数据 气象数据以及跨境空气污染等 另外要加强对越南和接染国之间的空气污染管理和研究的合作 目前越南要主动应对保护和发展森林保护系统 以防止并吸收有毒物质 205年季风国际音乐节于10月8日晚在河内圣龙皇城开幕 现国内外100多名著名艺术家参加 音乐会组委会的长期目标是打造在国际和地区享有盛誉的高端国际音乐节 打造社会文化品牌 同时为推动越南音乐发展 推介壳内形象 发展文化旅游 作出贡献 本届音乐节的亮点是 为优秀年轻艺术家提供协助 旨在发表传辑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他们的音乐作品 2015年季风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11号闭幕 最后是越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时段的建制越南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您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vtv4.vn 或者在YouTube上的官方频道 也会看此节目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